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冒出好几个山寨版粉丝专业 包括新父王 北屯父王 真父王 多达六个粉专 呛纳对骂再先战火 但遭到当事人反驳 其他并非本人的立场 出面想灭火 但玩了七天早就被疯狂检举 像是顶楼铁皮夹盖都发局管辖 出判是违剑 要求屋主自拆 否则强行拍拆 广告招牌被发现未经许可就挂上 必须重跑流程 摆在店前的餐台 一方面占用七楼还构成鹿霸 被要求限期改善已经移走 就连店内的消防设备 都被检举不符规定 消防局两次突袭检查扑空 针对鞠躬道歉 真能得到女人外送员原谅吗 当事人玩具受访 在联署上霸气六字回应 要提告到底 另外针对报案当下 店员他说他要进来找我 然后口气就是情绪有点激动 后来警局的警员就把他起出去了 其实今天去的是女父母 是他妈妈的确是没有碰到面 双方目前说法似乎都不拢 得走法律途径 厘清真相 赛利新闻台中综合报道